你先喝水好不好 你誰個人在啊 幹 我不要在這裡喝 你現在帶我喝水 你拿去 你現在 現在不是你可以指揮報案的事情 我說就在這裡 好不好我就在這裡 給我喝水 提供給你水給你 來啦我幫你開啦 一定會有素質 你先讓我回去你才能 有素質不一定超過0到0.17勸導而已 千個名也不會罰紅 也不會罰錢 什麼時候喝的 來啦水杯給我 你先讓我回去測 不行我就說只能在這邊測 水杯給我 幹嘛 我打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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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在 本月23號 下午16時刑 警方接過報案 在羅東火車站前面 有發生一個行車救援的案子 我們警方到場之後 我們發現其中一個 澄清的嫌疑 本身是酒氣 有這個酒駕的嫌疑 我們同仁要請提 做這個酒精濃度的測試 那他澄險因為 藉著酒液 就在現場發飆 咆哮 我們警方 我們警方要提供杯水給他 施測的時候 他又藉著酒液 把這個杯水 區域都潑灑到我們員警的身上 那我們同仁為了自身 防止這個危害 施以這個保護管束 用這個大外殼槍去制服 然後將他送到這個 醫院 此次這個酒測 濃度檢的 試測出來 換算我們酒精濃度是 0.73毫克 我們本案依這個酒駕 公共微箱移送